张闹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企业伙伴大家好 那接下来就由我替各位说明 我们运动企业认证 它在申请上面的详细的流程跟办法 那这个画面让大家刚才看过了 就是我们已经参与的 有456件企业 以及我们统计出来的一些数字 那接下来的话 针对于我们实施的对象 有谁评选的资格 还有企业他们应该要绞交的是什么样的项目 那内容还有我们评分的重点 会是哪些 会给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好 首先我们第一个实施对象 与认证资格是基本上 不管你是公营还是民营的企业 或是外资 那我们都并没有去限制 你的产业或规模 只要你是合法设立的企业 而且如果说是同边不同的子公司 都可以分别来做申请 好 那我们自己在出审的时候 会根据法学系统的部分 来要来了解一下 是不是过去三年内 有一些纠纷或是判决的结果 那认证校企业的话 如果说是目前还有效的企业们 是就暂时限还不用来参加 让我们能够更推广到 一些还没有参与过的企业们 好 那我们评选的期程 是从今天开始 但是我们的官网 其实已经上线了 3月16日就已经上线了 那针见其先 我们可以在官网上面 做到很多很多的功能 包含回传资料 然后在上面填达 我们的量化问卷 下载我们的报名表之类的 那我们这边就是承办单位 收件之后就会帮各位 做初步的检视 如果有缺漏件的话 都可以来直接跟我们做联系 好 那再来经过了决审 经过了副审跟决审之后 我们会在9月底 10月初的时候 通知各位企业的审查结果 那在11月的时候会举行 一样是像这样子场地的 实体的受证典礼 认证通过之后 不要将的效期是3年 也就是说从今年的 假设说今年的11月开始计算 然后3年之后 114年才会到期 那这3年当中就是 请各位尽量地去接收我们署内 还有我们这边的企业交流讯息 那再来是我们今年也是一样 因为要鼓励投件的关系 希望大家投件的时候 就也帮我们分享一些资讯 所以只要是有投件报名的企业 我们就会赠送原件杂志 三个月份 通过的会再加送一年份 好 那这边也请各位参考一下 好 那刚才有提到 我们的平和标准 会分为量化跟值化 那我们这边会稍微 解释得比较详细一些 如果有听不太了解的 可以在我们之后 有一些问答的部分 再跟我 我在跟各位说明 那首先量化会占我们 评分总指标的80% 值化会占20% 量化它就是一份问卷 那每一题的问卷 它都会请您回答一些项目 然后要请您提交相关的佐证资料 比如说 请问第一题 贵公司有没有明确的章程规定 运动相关的办法 或是补助测试 那如果说贵公司勾写了有的话 那佐证资料就要麻烦 请贵公司稍微提升一下 一些相关的章程可能是影本 或者是说明办法之类的 那量化的部分它主要设计的方向是两个部分 一个叫核心价值 一个叫内部员工的运动促进 那直化的部分的话 它是一个自由度比较高的小型的报告 那差不多一千字以内来完成就可以了 那主要里面内容就是要呈现说 在这三年当中贵公司有没有举办一些代表性的 大型的活动 它可能没有办法被我们的量化问卷所评量 可是事实上这个运动的部分 对员工来讲它是有一些效益的 那比如说我们量化问卷以后 可能没有办法去带到说 比如说员工的回馈啊 卷属的满意度之类的 那像这样子的资料 各位就可以从直化的面向当中去做呈现 那直化我们在评分上面会从四个部分 一个叫内部参与 一个是永续性 再来是创意的部分 还有其他推广 从四个面向来给各位做评分 那刚才有提到说量化问卷是分做两大面向 一个叫核心价值 一个叫内部员工运动促进 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那其实核心价值的部分就如同 像我刚才讲的其中一题 公司有没有明确的章程 那公司有没有领导者带领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奖励办法或是机制 像这种是已经形成公司文化的核心价值 它有没有被落实在企业的政策当中 这是我们评分的一个面向 那再来内部员工运动促进的部分 它其实就是直接去呈现员工的运动成果 比如说社团的人数有多少 社团开办的数量有多少 或者是说员工们参加了之后 他有没有再持续精进运动 像这样子相关的数据 那设备有投入多少 可能会有一些资金 还有一些收据的部分 如果各位有相关资料的话都先留下来 那之后可以做成我们的佐证的资料 那我们今年度有一个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提交资料 把时间延长到三年内的资料都可以交付 也就是108年到110年之内的资料都可以交付 让我们跨到疫情之前的一年 主要也是因为说其实蛮多企业都有反应 在疫情时间他们是暂停了一些社团活动 但是他们也有一些相对应的措施 比如说他们改成线上的运动方式 或是请教练做远程的教学之类的 那如果有相关资料的话 它也是可以提交在我们温泉当中的 那再来直化的题目刚才提到 它自由度比较大 也没有一定的标准格式 基本上我们是希望说 在一签字的报告当中 来完成这样子的项目 那我们主要希望能够呈现的四大面向 就是内部参与永续性创意性跟其他的连接 那什么叫做内部参与呢 其实像刚才提到内部的效益 它有没有一些我参与的人之后 他可能我可能举个例子 就是说他之后有没有在社群上面做分享 可能带自己的眷属来参加 那像这样子的内部效益或影响 或者是说我们领导者在事后 有没有比如说就可能不是在公司的场地 然后在其他的地方代理员工参与一些他的兴趣活动之类的 好那再来永续性的部分 他是想要了解说 贵公司在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活动 对公司来讲 它是不是有一些永续的连结 比如说它是不是长期的 然后有一些进步的 那有引进一些专业的转型 那像我们之前看到的话 会有一些科技设备的导入 可能以前没有 2014年没有 但是后来慢慢地导入一些科技设备来评量员工的运动成果 那像这样子的话就是所谓的转型连结跟成长的部分 我们希望可以在永续性的这个面向可以看得到 那再来创意性的部分比较直觉 就是希望了解说 这个活动对公司来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代表 它是不是可能是某一些核心文化之类的 这种价值性可以被呈现出来 那再来其他的部分 他就是会想要了解说 像会公司的活动有些企业 它是会跟地区做连结推广的 可能具有一些公益性质 那它也许是让同仁们去一些 也许是偏乡或者是其他的企业或单位 做一些联赛教学 那相关的像这种慈善捐助或赞助 它也会包含在这个其他项目当中 那这边的话也是希望三年内的资料都可以提成 但是重点是差不多提成一到两项活动就可以了 那因为职化它不像我们量化问卷 有一题一题设定好的格式 它是没有规范的 也不是说没有规范 它就是没有既定的格式存在 那我们有做了一份 以往我们经验上来讲会得到高分的范例 那官网上面也可以下载 但那个不是唯一的标准 因为每一间公司的企业文化都不同 所以提交出来的活动应该都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只是让大家做一个范例的参考 那最后各位会看到一个checklist 就是一个企业缴交项目应该要有什么的清单 那再跟各位重复说明一下 第一项跟第二项是我们行政流程上面所需要的 报名表跟参与同意书 它需要公司的用意 所以请正本 纸本帮我寄回来 那第三项到第六项就是刚才提到我们的量化问卷 直画的资料 量化问卷的佐证 然后直画资料的佐证 它是可以用数位上传也可以用书面提交的 那书面提交的话 它可以跟着我们的报名表跟同意书一起寄回来就可以了 那如果各位公司你们想要使用线上提交的话 那我们在官网上就有一个上传链接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把档案上传上去 那这个就是我们官网的示意 它会有这个量化问卷直接呈现在官网上 各位可以直接去填写这个量化问卷 看自己的分数落点会在什么样的集聚 那如果说各公司确认了 这份就是我们公司要填的这份问卷的话 你就可以按最后的确认上传 那这份问卷就会成为代表各公司的问卷 那这个网站是可以无限次使用的 那上传了之后我们就会以最新的这一份 当做各公司的代表 那要注意的是说 这边只是视频 它还没有到上传佐证资料的地方 可是我们的量化问卷 它一定要有佐证资料才会计分哦 对 那这边的话就是请各位帮我注意一下 如果说这个责分集聚 各位看到好像怎么像这个才四十几分 也不用紧张 因为它还没有加入直化的二十分 所以你看到最后的得分集聚上面来想的话 应该是满分只有八十分的 对 那给各位做一个说明 如果没有通过的话 你们可以留下联络方式 我们之后会再有专人来协助您 这边来分享一下 我们过去常常看到的几个 企业可能会比较不清楚 或是会发生的一些状态 可以先事先给各位防待一下 第一个就是像刚刚讲的 没有减负佐证资料 佐证资料不管是照片也好 收据也好 我们没有限定格式 但是可是它不能没有 也就是说假设各公司说 我们每年有投入了200万的设备 可是却没有任何设备的照片 或是支出的收据说明的话 那很抱歉 这个评程在后续在评分的时候 会没有办法列入 好 那这个佐证资料就是每一题 它都需要有才会列入积分 那再来是说 佐证资料跟题目无关 这个比较少见 那它可能会发生在于说 我可能放了一张照片 可是我没有写它是第几题 然后或者是说这张照片 你没有跟我说明内容是什么 比如说我拍了一个人手 拿着麦克风在讲话 但是我不晓得它是贵公司的谁 那这样子就其实 我们可能需要再花一点时间 跟窗口来说明一下 请问一下 这个又要在那个 各位再花一点时间来做沟通 所以这个部分要请各位 帮我在佐证资料上面多留意一下 再来就是活动日期不符规定 因为今年比较特别 它是108年到110年资料都可以提供 那假设说是像今年度 已经现在已经3月了嘛 你们缴交资料 可能会是6月15号之前 如果说是已经在今年办理的活动 也是可以提成的 好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不符规定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提了太久之前的年份 2014年的 2015年的 那真的很抱歉 这个就是不符规定 就还蛮直接的 对 那再来是未标示参照提号 这个也是佐证资料的部分 要请各位在佐证资料上面 一定要写好 这个是量化问卷的Q1 Q2 那我们总共有14题 那就是帮我标好顺序 这样就可以了 那位一指标面向填写 这个比较常发生在直化的报告 因为刚才有跟各位提到说 直化报告它有四个评分的面向 像我们的内部参与 永续性 创意性跟其他 那还蛮希望说 可以在你们的报告当中 直接呈现到 这四个面向的文字内容 所以这个指标面向 也可以给大家做参考 那再来就是未提供照片图说 因为之前真的有发生经验是 他写说我们的领导人 很喜欢爬山 然后他放了一张 领导人在讲话的照片 那这个其实当下我们这边 会比较有点confused 那这位是领导人吗 可是你刚刚不是跟我说 他在爬山吗 所以就可能又需要再打一通电话 跟各位做确认说 这张照片是不是放在哪里比较好 这样子 那这边跟各位做一下说明 那这边的话 常见的QA是 会有一些还不了解运动系列认证的同仁们 会有常见的疑问 第一个是他想要知道到底有没有资格的限制 我再重复讲一次就是他并没有资格的限制 不论营收的规模 员工的规模 他只要是企业都可以参加 那各位也可以看到说明说 我们目前还没有开放学校 医院等这种机构 那就是for企业的活动 再来是说 有些公司会觉得 我们自己的规模很小 我们投入的设备可能没那么多 那会不会拼不过大企业 那其实这个不是这样子看的 因为我们的认证是自己跟自己比得分制 那拿到60分之后 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认证 而且我们的问卷 其实在2019年开始 就有做过专家的研讨会 还有我们的中小企业的作谈会 所以从2019年开始 我们的问卷就已经分制度分流了 那大型的问卷跟中小型企业的问卷 它的评分制度是不一样的 各位可以直接从官网上面下载 两份问卷可以直接做比较也没有关系 那会看得出来说 其实我们设计的面向 回答的层面及具会有所不同 那跟各位做个说明 都是希望可以鼓励台湾的中小企业 或者是大型企业 都可以一同来参与这样子 好 申请认证是否要收费 我们是不用收报名费的 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好 问卷的每一项栏位都必填吗 会不会扣分 我们每个栏位都有配分 那尽量不要空白 因为空白其实就等于 这会真的没有办法 在后续的评审上面讨论到分数 好 那再来第五题是 有媒体会露出消息吗 可以下载报名表吗 有媒体会露出消息 就会像我们今天的这种记者会 还有我们后续的颁奖典礼上面 会有企业代表来接受我们的颁奖 这是媒体的部分 那下载报名表的部分 可以从我们的官网上面直接下载 或是专人在跟您打电话 跟人资联络的时候 就会寄送给他 好 那这边再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每一年都会针对 去年合格的企业做随机的访式 来确保这个标章的合格的程度 是水准是相符的 那我们会在今年的时候 预计也是随机的抽选时间 来去做实地访式 或者是线上的圆端访式这样子 好 那这个访式的内容 是希望能够了解说 企业在今年度做的运动项目 有没有跟去年一样 然后符合程度有没有超过八成 超过八成的话 那我们就是保有这个标章的资格 好 获赠企业真的是好处多 像刚才不管是次长 或是我们的司仪 都有一直在提到 像我们的典礼是实体认证的 它会颁发标章跟讲座 那举行这种很深大的受证仪式 不管是在媒体上 新闻稿上都会看得到企业的露出 那再来是我们的平台一直有建立起来 这个运动年龄平台上面会有非常多的功能 各位从右边可以看到 我们除了公告运动赛事 像企业的运动赛事 本身自己有在主办的话 也都会有特殊的名额 优先让我们这些 已经获得认证的企业们来参加 那当然是也比如说像运动好人才 还有我们体育署内所提供的 科技体势能的名额 也都会优先让我们的企业来做报名 那当然我们企业与企业之间会有互相的媒合 跟赞助的需求 也会同步的在这个生态圈上面做进一步的交流 像我们的优惠洽谈 那甚至是说我们有不定期的健康讲座 讲师或者是一些体育课程 也会在上面开办之后 就有一个广宣来邀请企业们的优先来点选 那左边的话是我们现场活动 还有新闻的画面 可以给各位做参考 网络上面我们的官网上 也有相关的记录跟新闻的部分 好 那最后就是我们官方网站资讯 各位也可以拿起我们的手机 直接扫我们的QR Code 进入到我们的网站就可以了 有任何问题的话 那窗口的电话都在这边 我们随时都可以保持联络 谢谢 各位企业先进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这边要来跟大家分享是说 除了体育署有这个运动企业认证的 这个受证标章之外 如同刚刚主持人这边提到的 就是体育署也有针对 企业办理职工运动 也有这样的一个经费补助的一个方案措施 还有其他的一些奖励资源 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 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稍后呢会分成这六大部分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说 这个推动企业平用运动指导员 它的目的跟它的目标效益是哪些 然后再来如何要来申请我们这个补助方案 它的申请资格 还有这个经费的补助原则 以及相关的作业流程等等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首先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补助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它有三大目的 第一个就是推动我们企业的这个职工运动 那并且促进我们运动人才就业 那为了提升我们运动人才的一个指导能量 其实体育署也有建立了这个国民体制能指导员的一个证照 来推动这样的一个运动指导的一个规定跟准则 来促进我们运动指导员的这个指导能量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最直接的就是体育署有提供相当多的这个奖励措施 还有配套方案 那等一下我会一页来跟大家做一个逐步说明 那此外呢其实我们企业导入运动因子呢 对企业而言呢不管是队内 善用我们这个运动人才的特质 然后推动我们这个职工运动 可以建立这个企业的运动文化 从中呢能够创造我们员工的这个创造力 还有这个有助于协助公司的流财 并且促进我们员工的一个向心力 其实这个不管是刚刚在龙城市 还有南山人寿啊 或是那个永庆房屋这边都有分享到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运动活动 把员工都抠进来 然后来促进大家的一个彼此交流 那另外呢对外呢也可以建立企业的形象 包含像是说在以赛会友的方面 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建立企业的一个品牌活力的形象 并且呢能够来协助这个公司的业务推展跟揽财 那最重要的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执行呢 员工在运动的过程把这个能量转换成我们工作的质量 然后获得这个绩效的转换也可以强化我们企业对外的一个竞争力 那再来就是针对这个企业补助方案的这个申请资格 其实条件是有两个 就是一个是依法办理公司登记前这个营运中的企业 然后我们公司里面要有新聘用运动指导员 那这边指的新聘用呢是指说我们在109年以后到职的员工 那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解释一下说什么是运动指导员 那另外大家也可能会好奇说要新聘用 那运动指导员要去哪里找 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们有一个体育署爱运动资讯平台上面 有一个运动好人才企业动起来的网站 上面呢我们不仅提供了这个补助方案的一个申请 就是透过线上来做申请之外 企业呢也可以透过这样的网站去刊登我们的职缺 那在这个媒合平台上面来做这个真才的一个服务 那提供大家在这个平台里面去找到相对应的合适人员 然后进而到公司里面去认职 那也可以就可以来申请我们的一个补助计划 那这边就是大家等一下有空的话 也可以扫描我们的QR Code 或是在网路上面搜寻运动好人才企业动起来 都可以找到这个相关的网站 那刚刚一直提到啦 谁是运动指导员 那其实就我们分成四大类 那包含就是我们的退役运动员 像是有参加这个国际性或全国性的一个运动赛会 那甚至是像是运动教练 包含这个学校运动专任教练 或是各单向运动协会所颁发的这个运动教练证 或者是我们这个体育运动相关系所的毕业生都在我们这个运动指导员的范畴 那最后一项呢是有这个体育运动专业证照的 这些呢都是在我们所称的这个运动指导员的一个分类里面 所以其实它就包含了这四大类的项目 所以大家今天说谁是运动指导员 那其实它只要符合这四个条件之一 就可以来提出申请 接下来跟大家说明经费的补助原则 那它的时间怎么走呢 其实补助的内容我们会以这个全年度的一个计划 来请企业提出这个运动规划的申请 那当大家提出全年度的运动计划申请之后 我们会透过有一个委员的审查会议 通过审查核定的隔日起的那一天 一直到10月31 就是我们可以这个运动活动经费补助的一个期程 就是从核定的隔日一直到10月31 这中间所企业所举办的这个职工运动活动 都算在我们的补助期程里面 那这个补助计划呢 是到9月15号来截止申请 所以如果大家越早提出申请的话 可以补助的期程就越长 那如果是从9月15号提出申请 那假设我们的审查会议 通过核定的隔天是9月18号好了 那18号到10月31 就是我们的活动的补助期程 那它可能它就只剩下1.5个月而已 那大概这样的观念提供大家参考 那最后呢 因为补助会有经费的拨付嘛 所以大家也到年底的时候 就是11月15号之前 要来跟我们完成补件的合结作业 就是这个补助款的合结作业 那到时候补助款项都会在今年年底 来完成播付 那大致上的一个期程就提供大家参考 至于补助的内容 大家刚刚就简单的提到说 是补助职工运动的一个经费活动嘛 那其实我们这边也就分成三大项 那首先是有自办运动课程 还有自办运动活动 跟非自办运动活动参与 那他们三个的最大 彼此的差别是什么 自办运动课程就比较像是常态性的 可能公司里面我们有社团活动 或是一些体育运动的社团 就属于就可能每周一次 或者每周两次的这种常态性的运动课程 是我们必须要办理的一个必要项目 就是要鼓励员工持续跟规律运动嘛 所以这个补助项目的首要条件 一定要有这个自办运动课程 那再来自办运动活动呢 就比较像是说可能 至於非製辦運動活動參與 他可能就像是說我們去參加別人外部辦理的運動賽事 可能像是路跑或是羽球活動或是籃球的這種比賽 這個就是補助我們申請經費的最高上限是10% 以剛剛30萬來舉例的好了 他就是上限10%那就是3萬塊錢 所以彼此這三個他大概的範疇 不管是公司內部自己舉辦的 或是我去參與外部的運動賽事或是觀賽 這些都有都在我們的補助範圍裡面 那只是彼此有一些最高的補助上限 還有他必要辦理條件就是這個自辦運動課程 因為我們期待是大家可以促進子宮運動可以有規律 而且來養成這樣的一個習慣 所以自辦運動課程是必要項目 那也請大家特別留意 那各自可能會需要補助的一個經費項目 大家可以參考簡報資料第八頁 那其實我們在網路上剛剛有提到 運動好人才企業動起來的官網裡面 都有將這個實施計畫的辦法上傳在上面 大家都可以下載來做參考 那另外剛剛大家也一直提到說 像疫情的關係其實去年是比較嚴峻的 那很多活動其實都暫停了 那在今年我們特別把這樣的一個實體跟線上的活動 也把它納入到我們這個補助的這個範圍裡面 包含像是說如果今天大家在提出計畫的時候 那遇到疫情 那可能我們的應變措施會有一些線上方案 那也建議大家在這個提出補助的時候 就可以在我們這個申請計畫裡面 先把它提出來說 未來如果遇到疫情或是說某些活動 我可能針對疫情的部分 我的因應措施要怎麼去辦理 包含像是我的進行模式啊 或是我的人數 我要怎麼去控管 還有我可能到時候是實體加線上辦理 還是純線上 那到時候就在這個提出申請的這個規劃裡面 把它訊明清楚 那委員在審查的時候 他就可以依據大家提交的這個報告裡面 來做一個審查 那未來不管疫情如何的變動 大家只要依據說 當初我提出說 我現在先辦實體活動 可是未來疫情比較嚴峻 或是公司有其他彈性的一個 防疫措施的時候 我啟動的一個線上機制是怎麼樣 就可以來直接執行 也不用再跟我們來做一些確認溝通 說是不是要做計畫的變更啊 或是要重新提出申請 所以這樣今年我們就把這樣一個線上活動 也把它納入到補助的一個撰寫內容裡面 那供大家來做那個彈性的因應應變這樣子 那各自就是三大項的一個運動活動 也都有不一樣的這個補助內容 因為實體跟線上活動 它所對應的一個經費也不太一樣 所以這邊也提供大家參考 那再來補助這個經費的一個原則 它的額度 其實企業只要聘用一名運動指導員 它最高的可申請補助額度是30萬 那同一名運動指導員 它已申請一次為限 那一家企業最高 當年度最高就是90萬 那其實就是說 如果公司我有三名這樣的一個運動人 才在公司裡面就職 那其實只要我這邊的運動活動 是比較豐富或是需求比較多的 那這個我最多可以申請到的補助金額是90萬元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從去年 我們有一直在推的就是 國民體制能指導員的證照 那這張證照 其實是體育署 唯一官方合發的一個 國民體制能指導員證照 那就是說 希望大家在聘用的時候 如果運動人才他擁有這張證照 到後續大家來申請這個補助的時候 可以有加碼5萬塊的這個獎勵優惠 那另外呢也希望說 鼓勵企業持續聘用我們這樣的運動人才 還有運動人才在企業的這個留任的部分 所以如果任職滿兩年以上的一個運動人才 他也可以再多企業可以再多5萬塊的這個加碼獎勵的部分 所以一家企業最高就是可以 假設是30萬 那就可以再 如果又有這個聘用國民體制能指導員證照的人 在公司任職 那也有這個任職滿兩年以上的一個運動人才 那其實最高可以申請40萬的一個經費補助來做提出 那撥返方式呢 我們分成兩期 第一期就是只要通過委員審核合定通過 我們就會先撥30% 那剩下的70%呢 會依據大家最後的執行結果跟結案的內容 來看實際的內容來做核銷 就有點像是時之時負的概念 就看到他的執行進度是如何 然後最後再來提拨最後的70%這樣子 那也提醒大家 因為其實房間也有其他部會 會有做這樣的一個運動活動的經費補助等等 那這些活動都是不重複補助的 即使說未來大家可能 我現在先有一名運動人才在這邊就業任職了 那我先提出一次的這個補助計畫案 那接著我後續又有新聘用到一名運動人才到公司來 那其實我還有其他的一個運動活動也想提出申請 是也可以再提出第二案的 只是第一案跟第二案的這個活動內容也是不可以重複的 那這邊一定一併提醒大家 接著呢就是我們的申請程序 其實剛剛提到的這個運動好人才企業動起來的網站上面 我們所有的這個補助計畫都在線上申請 那大家只要先到我們這個網站上面去註冊會員 那就可以來做這個補助申請跟徵才的一個服務 那線上我們的表單都已經建置 就是所填的資料都已經建置在這個網路上面 大家只要依照那個表格上面所列的 例如說什麼一些基本資料啦 還有我要辦的活動 剛才有提到的三個項目是哪些 就有一些下拉選單大家可以去做勾選 勾選完之後再去補充說 我這個活動的名稱是什麼 那預計辦理的內容 那如果是運動會就要 必須要放上這個活動的流程 那如果是一般的這個運動課程 可能是一個小時或一個半小時的 那可能可以講一下說 這個活動裡面大概會主要的運動內容主軸是什麼 就是重點減數就可以了 那可能包含幾次啦 預估的參與的員工人數等等 然後有沒有包含圓券 這些都是會在線上填表的時候 都會有相對應的欄位 大家去做填寫就可以了 那填寫完成之後按送出 填寫完成也要上傳相關文件 包含一些佐證資料 上傳之後按送出 我們接下來就會進入到這個審核的程序 那審核程序呢我們也分兩階段 第一個我們會先做資格審查 就是由工作人員先跟大家確認一下 大家在網路上填的這些文件啊內容 是不是都符合這個實施計畫裡面的規範 然後有沒有什麼問題 都會在這個時間來跟大家進行確認跟補件 如果當大家申請的文件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工作人員會主動跟各位聯繫 說哪邊不清楚 然後請你們再補牆 或是有缺件的也會在這個地方 來跟大家做聯繫 那這個資格審查都確認沒有問題之後 才會把大家的申請文件 送到我們的審查會議來進行 然後提供給委員去做書面審查 所以為什麼說上面的一個書面審查要寫 線上要填寫的文件內容要清楚 就是因為委員會透過書面審查的方式 來去審核各位提出的這個經費申請的內容 來做核定 那我們審查會議預計就是每個月會召開兩次 那目前的這個會議時間也都公告在官網上面 就是運動好人才切動起來的這個網站上面 最近一次的審查日期是3月31號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趕快再來看一下各個的補助條件是哪些 然後可以上網登陸會員去看看我們該填的單位 然後有任何問題都可以來跟我們保持聯繫 那至於委員審查的重點就分成四大部分 包含年度活動規劃剛好提到說 我們是以整年度來看 所以當大家在提出申請的時候 就用年度的方式來做規劃 那再來也會牽涉到說公司的規模 跟每次的預期的參與人數等等 還有我們經費預算的編列是否合理 然後是不是一個必要性的項目 因為畢竟它是補助 所以委員過去的經驗就是在審查的時候 他會著重在說這個是不是必要性花費 然後再來就是說他這個經費在支援上面 因為他的目的是不是需要在這個職工運動補助的項目裡面來做支援的 所以這就是委員在審查裡面會考量的一個範疇 那最後就是其他就是有沒有公益活動的連結啊 或是主管的認同等等 這些都是委員會並同去做審查跟考量的 甚至是說企業有沒有通過這個運動企業認證 有沒有取得運動企業認證的標章 這個也是在委員的審查的這個標準裡面喔 那其實如果有通過運動企業認證的話 其實也會有加分的效果 那這邊通過委員審查之後就是進入到活動的執行階段 那活動執行的時候呢 大家第一步就是因為會先收到我們的通知說 您的這個申請案件已經審查通過 那核定補助的經費是多少 那這個時候就是大家也要到線上去幫我們確認 再確認一次我們今年預定要執行的活動的期程 是不是就如同申請的這樣子 如果確認完之後呢 我們後續就是會依照大家申請跟確認的這個活動期程 來做補預告方式 然後未來大家在做結案的時候 也是要按照這樣的一個內容去做結案 因為包含簽到表啊照片等等 這些大家在執行的過程都要去做收集跟統整 這樣後續在結案核銷的時候才不會有問題喔 那剛才也有提到說如果有需要異動呢 我們也是透過線上的方式在這個網站上面提出申請就可以了 那另外就是因為是體育署補助的一個職工運動活動內容嘛 所以大家也要記得標示就是計畫的一個logo 就如同我們現在畫面看到的右下角這兩張圖 擇一選擇自己合適的 那其實這個標示沒有任何的一個規範 只要例如說像我們今天在一個活動場地裡面 我們可能在某一個牆面把這個logo貼出來就可以了 那拍照的時候不見得說我每一張照片或角度都要拍到 我只要有部分幾張可以來做佐證就可以了 那其他就是活動的紀錄 那也再次提醒就是說因為是經費的補助 所以那些單據啦照片啦簽道表等等都要收小備期 那到時候再和解就是最後一個階段在減負文件的時候才不會有問題 那其實結案的時候也跟申請一樣它的步驟是相同的 那只是說它到時候我們線上會把大家當初申請確認的一個期程叫出來 那大家只要把它改成結案時的內容就可以 例如說大家可能有ABCD活動 那結案的時候我登錄系統按那個結案申請 它ABCD的活動就會跳出來 那裡面的內容大家就把它改成我實際的參與人數是多少 然後我實際的流程等等去把它做一個更新 就可以產出我們的結案報告 那也是利用線上化的方式來加速大家提出申請跟做結案 好那再來呢就是幾個跟大家分享一下常見錯誤 然後會再補件過程 因為大家我們收到各位的提出申請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的問題或是委員在審查會議上面比較會去挑戰的 那在申請的時候或是委員在看這個申請書的時候 比較會有問題就是我的活動目標跟運動指導員的參與情形 那再來就是說運動內容的規劃跟安排活動流程 像剛剛提到的我今天要辦運動會 那我的活動流程怎麼走 那因為其實活動流程怎麼走 就牽涉到我需要對應的經費是哪些嘛 所以這些都是內容跟經費它都是緩緩相扣的 所以這兩個部分大家在申請的時候 務必就是要把它填寫清楚 如果不清楚的話我們也不建議送到委員那邊 因為可能委員會說退回再重新再審 那這樣就會影響到大家補助的期程 因為時間又會再往後濃縮了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我申請補助活動的期程跟規定不符 就剛剛提到說我們只補助到10月31號 可是我們的活動寫到12月底 那這個的話如果我的經費也把它算到12月底 這樣就不符合我們的補助期程 因為我們補助最大化就是到10月31號可以支應的範圍 那再來就是申請的經費跟活動無關 如果你列了很多跟我活動無關的經費 那其實在委員審查上的觀感也會有稍微被打折跟扣分 所以說今天這個運動活動所需要用到的設備器材或是項目 那這個就是大家要再去斟酌考量 可能像是個人用品或是這種護具等等 不是公用的或是消耗性器材 那它都不在補助範圍 所以這個大家後續在申請的時候也可以再去斟酌 那再來是結案的時候就是記錄活動的執行情形要記得詳細 因為時間在走過了我們沒有照片記錄或簽到表 有些是沒有辦法再去做後補的 所以這個在活動過程當中大家都要記得說 我就是站在活動記錄的一個概念 然後把這個相關的內容都把它記錄下來以防後續 如果要提出一些佐證證明的時候我才可以有資料提供 那還有就是我實際活動的執行內容跟規劃不符 這個是會比較嚴重的 因為這會牽涉到說補助是A 但我其實執行的是B 那這樣最後在核銷的時候就會不通過 因為跟當初委員核定的內容是不相同的 所以這也請大家特別留意 那另外就是和結的單據照片 就是在附的時候也幫我們留意一下 我今天講的是A活動 那附的照片就要附A的活動 有時候會遇到比較可愛的企業 就是不小心照片錯誌了 那這個也會有這個往來的時間 所以也建議大家在資料整理的時候也再幫我們留意一下 那另外就是要減附的文件 也就是再核對一下 是不是都上傳跟提供了 那這樣可以加速我們在不管是申請或是和結的時候的一個相關的流程 那最後這邊也在跟大家統整一下 不管是申請或是和結要繳交的資料 剛剛有提到說我們這個補助其實只要線上就可以提出申請了嘛 所以說不管是申請表跟規劃書 線上提出申請之後 系統就會自動產出這樣的一個表單出來 那到時候大家只要把它印出來去內部做用印之後 再把它上傳就可以了 那剩下的就是大家要另外再去準備的文件 像是這個運動指導員的投保證明 還有公司最近一起的這個勞保投保這樣 因為這個主要是要去檢核大家的這個員工人數 那再來就是銀行的存折封面銀本 這個則是目的是在撥款的時候會使用到的 那至於這個符合獎勵條件的這個資格證明文件跟投保文件 就剛剛有提到了兩個 如果公司有聘用這個運動指導員 是已經取得國民體制能指導員證照的 那這個它的資格條件證明文件還有它的投保證明 也是我們公司內部員工的 這都要一起附上去 就是代表說我確實公司是有雇用這樣的一個員工 在企業裡面認職 那對應到和結的繳交資料也是一樣的 就是成果報告在線上的時候把它填寫 系統就會自動產出一份報告 那大家一樣就是在企業內部用印之後 再回系統上傳就可以了 那剩下剛剛提到的這個照片啦 簽到表跟支出憑證的銀本 大家也就是把它集結程測 然後按這個經費表跟活動辦理的順序 把它羅列整齊之後上傳到我們這個活動網站上面 然後來提出這個檢案申請就可以了 那最後就是因為我們希望鼓勵企業 在聘用運動指導員嘛 還有這個運動指導員的在職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在和銷的時候呢 我們的這位運動指導員同仁 他必須也要是在職的狀態 他如果因為個人因素啦 或是因為公司的原因他離職了 那這個時候大家要在和解就是和銷之前 要把這樣的一個相對應人力做一個補齊的動作 就是我在和銷的時候 因為我提出申請已經有一位運動指導員了嘛 那當這位人員他離職之後 我在和銷的時候 我這個人也一定要還在公司任職 如果我離職了我就要再補另外一位 同樣具有這樣的運動指導員身份的人 在公司任職才可以來做和銷 不然的話就會按照這個 他在職的比例去做補助的這個核定比例 那其他就是像剛剛有提到的 我們這個獎勵補助的人員 他同時也還是要在在職的狀態 那也有相對應的這個文件要繳 那這些文件呢就是都是scan 上傳到我們的這個運動好人才企業 動起來的網站上面 然後來做提送就可以了 那這邊我們後台工作人員 就可以收到大家的一個申請文件 那最後其他像剛剛提到 除了這些經費補助的一個申請流程之外 除了經費也包含了輔導諮詢服務 還有免費科技體制能檢測以及講座 就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資源 讓大家在跟員工溝通做運動促進的時候 可以引起員工的一個運動動機 那包含像是後續一些媒體宣傳 可能像是在不管是平面或是電子的一個網路露出 或是我們也會有一些廣播節目跟影片的拍攝 都是各種管道可以來提供企業來做大量的曝光 那最後在年底的時候 也會有一個企業聘用運動指導員的一個交流查會 那這邊活動現場 我們也會會編大家的一個參與的活動成果 把它會編成冊 然後在現場發放給參與與會的企業 來做一個交流跟參考 最後是剛剛一直提到的國民體制能指導員證照 這個是官方體育署唯一認證的一個指導員證照 那其實它就是在建立這個運動指導員的一個檢定制度 然後提升運動指導員的指導能量 那剛剛有提到說這張證照 只要是公司有聘用帳的人員在公司任職來提出申請的話 它就可以加碼五萬塊的這個活動經費 那目前這張證照它今年也開始來做檢定考試的受理報名了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到 一樣到體育署有一個愛運動資訊平台的 國民體制能指導員網站來做查看 那最近一次的考試時間是在4月23號跟4月24號 那目前正在報名當中 如果各企業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那最後呢就跟大家再次呼籲一下這個補助方案 從現在開始已經受理申請一直到9月15號 那不管任何問題都可以到我們的這個活動網頁去做查詢 那上面也有我們相關的聯絡窗口的一個聯絡電話 那歡迎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都可以不令跟我們聯絡 也期待大家一起提出申請 謝謝各位 謝謝